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两边最终相遇 诗兰早已猜到 李从文和何尤真分在一组 并要求分开行动并不是那么简单 萧月也未想到 李从文竟然骗了自己这么久 萧月的力气被完全激发出来 要将李从文救出 并打算转移的特工杀掉 李从文分析出 诗兰运送宝藏的路线已被日军获制 李从文与何尤真冒险通知诗兰改换路线 诗兰执迷不误 坚决不信李从文 并将李从文和何尤真绑入船舱 货船被日军截获 疯狂的长虎一心想要四人偿命冲上货船 你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种吓死烂的手段你也用得出来 我只是和诗教姐打了个赌 赌你和我 谁更适合做主导者 诗兰 他人呢 全都给我走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快走 我最讨厌别人在观念时候不宜挑衅你 别别别 我就随便说了两句 你怎么当真啊 是你老婆窜到的 没有 我就一说话说秃鲁了 跟她没关系 孙大爸 我是该说你聪明啊 还是该骂你愚蠢 事到如今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们要找到那批藏宝 离开这个鬼地方 就是要反了 不是自愿的 是被残酷的现实逼的 守在这里 命运难补 分了藏宝大家各自散去 熬到战争结束都可以安家立业 我们这是在为大家谋福利 我们这是在为大家谋福利 路该怎么走 自己选 还有你们 也都是接了通知没到场的 是不敢 还是不愿 舍不得你们掌柜的 天将 你别说了 以后 你要我们做什么 你吩咐就是了 好 那我就当你们是站到我这边的阵营了 我警告你们大家 既然做了选择 就不能往后退 进来了还想出去 那可不可以 可就是少死了 你终于说了句靠谱的话了 昨晚哪 咱们俩是第七次被困在这儿 头回是鬼子 现在是他娘的自己 这都怪我 早知道要生病 没想到这么快 你就不错了 我还像个傻子似的 替他们说话 我总说别人退化了 这几年下来 其实退化得最厉害的是我 跟个娘们似的 看来女人是你的可行 你她娘的不也一样 我现在算是意识到了 女人要是发起狠了呀 多大的情分都不给你抢 我对这月红啊 比朕丈夫还好 她居然烦我 还她娘在跟长虎结伙来烦我 行了 行了 你想点正经事啊 我伤心的我 你说这月红是个什么女人呢 还装模作样的帮我搞演戏 还什么震慑不良思潮啊 全都糊弄人的 合着就是拿戏掩盖真相 一帮反贼啊 当我当傻子 当娘们耍 我说你有完没完 我这心啊 我这心都快凉透了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抱着你一起哭 我这还一肚子苦没出道呢 也是 你说你为了保全大家 杀了裴员成 他们还这么整理 裴员成是那么好杀的吗 对了 你真把那个老魔头给杀了 说句丢人的话 他跟我根本不稀罕用枪 他揍我跟揍一只兔子似的 这 这也别难过 很正常 他想品尝扭断我脖子的 那个滋味 这就给了我机会 让我这张没有一颗蛀牙的嘴 找到了他的静动来 是不是啊 没错 你想一想 要是你的脊椎咔嚓一声 舌在了他的腿上 浑身上下除了嘴 你还能动哪儿啊 你说你吧 浑身上下就这张嘴最厉害 你怎么一见这油针 你连个屁都顶不出来啊 你把嘴给我闭上 总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这边的 谁骗我 你不能骗我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脆弱啊 脆弱点我这心里啊 更舒服的 行了 别跟娘们似的 仨伙交得了 现在这个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想要干什么 好 小野 我告诉你 还好这是温大夫的真 要是换上我当年沈云那套家伙 你现在就老残了 好 好 自己算完 他们真 真的相信你 是共产党了 救他娘的对 对我动情啊 救他娘的 认为我好对付 傻不傻啊小野 你是地地道道的长官 那匹藏宝最贵重的一定是留给你的 你扛什么劲啊 你们都是宣过誓要效 要效忠的人呢 我求求你开开窍吧 下边这针实在是太残酷了 不忍心扎下去啊 开开窍好吗 你早晚得张口何必要多受罪呢 来告诉我 宝藏藏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 又不是我埋的 我怎么知道在哪儿啊 不不不不 这不合乎逻辑 你们两个人当中 肯定有疑问知道藏宝在什么地方 否则遇到什么意外的情况 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不对 我求你别再折磨我了 我对天发誓啊 我真 我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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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将军请放心 出不了一个月 我就能兑现我的承诺 到时候我们和我们的海军 会在东太平洋上 一鸣情人 好 再见 进来 高处长 欧秘书长找您 喝茶吗 我来找你不是求和的 今天我来找你 就是想告诉你 既然是较量 就会有输赢 输了就得认输 从现在开始 这件事情 我彻底放手 是你先绕过我 和海军私下勾兑的 现在说这句话 还有什么意义啊 藏宝图在谁的手里 谁就拥有主都权 陈将军从来都是 对立过对人 那我们之间的较量 算是结束了 结束了 好吧 我想我们现在 拥有了更好的合作基础 我没明白 有什么意思 你太抵抗我高耀天了 我做的这些 只不过想告诉你 共同谋事的两个人 如果同床异梦 后果会是多么的不堪 我想表达的 通过这番过程 都已经表达清楚了 我想我们以后 一定会更好地了解彼此 更加默契 有意经受住了 这么大的考验 我舍不得放弃 我更愿意梦不离交 真正的两个人 互相扶持 谢谢 谢谢 告辞 翁秘书长 慢走 怎么开启脏包 施小姐不是已经 献计献策策了吗 唯以重任授予功勋 然后分而化之 好 那就让他尽快实施下去吧 告辞了 好 这是小根的 这是好痒的 来来来 农桌鸟的游戏 什么农桌鸟啊 来 农桌啊 日本老头叫做我们的 日本人的不能玩 日本人去吧 来 高高继续地玩啊 快点快玩啊 三天什么时候叫他们玩的游戏 被我们灭杀之前呢 那你 行了 具体的啊 你去坟头问齐先生 是连做人的原则都不要了吗 我们现在都是鬼 等离开八侠镇才是人呢 哪过你吓成能这么好 这说话要讲良性啊 我可是只对宵夜没对丛闻 可你现在做的 已经不只是在帮我了 我就这么大年纪了 还会做那些无力可图的事 我跟长伙有个交易 分宝藏的时候我第一个分 你真老见句话 丛闻那当的事 谁知道你是不是编造的 不过大家都不在意 不过大家都不在意 尤真啊 我们都是有心机的人 可是我真想结束掉 这靠心机才能活下的日子 在小妞总是之前 就应该结束掉 对吧 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 长辈身上那些 见不得光的东西 还能藏多久 早就应该结束了 如果有朝一日 他们明白自己的童年 是在谎言中度过的 他们这一生 还能相信什么呀 请进 怎么了 好 军委根本就不知道这批藏宝对吗 否则 地图一定不会藏在私人中所 所以把小战的人 注定是活不长了 没事 我只是在想 在完成了开启和护送 这批藏宝的任务之后 该以什么名目 来授予他们功勋呢 明目很好找 只要功勋够高就行 高到足够让他们愿意 永远忘掉这个秘密 原先 这是我和温秘书长 两个人的事 现在 是三个人的事了 谢谢 谢谢 我思来想去 李松文说的未必是假 是月红烧的龙酒 没错 把李松文栽成共产党 是笼络所有人的最佳手段 要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啊 所有人都心找不宣 捅破这层窗户纸 唯一的可能 就是死 龙酒是你男人 我被杀了 你也不可能拿到我那份 妈 以后你不用叫我妈 妈 何尤真都能对李松文下黑手 我能为龙酒做什么 我敢为龙酒做什么 八夏镇的人已经没有心了 好的时候你还我爱 翻了脸可以六亲不认 不只是八夏镇 我们的党 我们的组织又何尝不是呢 为了权利兄弟姐妹说下手就下手 谁也别怪我们心术不正 我们就没有健康成长的土壤 那你就不怕我离开之后 为了贪图你那份财宝 把你杀掉 不会的 除非你离开之后 不是真的想过生活 你最会是你 世败呢 不过你不能告诉别人吧 咱们八夏镇呢 马上就变成地狱了 知道地狱是什么吗 就是有些人哪 拿锯子锯你 拿水煮你 拿火烧你 那趁着那些妖魔鬼怪还没来的时候 妈带你逃走 离开这个地儿好不好 眼儿真乖 妈知道我眼儿最乖了 对 来 妈给你带花 那些妖魔鬼怪心里面特别脏 所以她眼睛只能看见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咱们穿的鲜鲜亮亮的 大扮的漂漂亮亮的 那些魔鬼就看不见了 傻眼儿真漂亮 出去之后贤弟啊 我们还能做兄弟吗 咱俩 是从士官学校开始了吧 对啊 你忘了 在学校时 你挨了妻夫我帮你寻仇 结果你啥事没有 我倒挨了三世净棍 青春岁月呀 哎呀 兄弟 几十年下来 习惯了 对吗 对呀 哎呀 他们几个 还会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吗 嗯 我跟你弟妹商量过了 到时候啊 有大家定 这世界上的事啊 分两面 人多了 招风 但一旦遇上什么 大家彼此多些照应 哦 对对对 哎 咱们这么做 算不算是横桑 你要这么想啊 什么都做不了 嗯 四一二的时候 谁也没问过对错 对啊 也许真的是老了 碎到了 也对 丛温是不是共产党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给了大家一个台阶 让大家有理由踏出这一步 都是啊 谁都想过上 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人只要是为了自己 就没有什么对错可原了 雅 听妈话 一会儿啊 你千万别害怕 你就闭上眼睛 使劲地抱着妈妈 咱们就能逃出这儿了 好不好 我呀真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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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萧月和李从文 不会真的不知道藏宝的下落吧 实在不行 咱们就决第三尺 既然有就离开不了这个方圆 不会连一个人都不知道的 审不出萧月就审李从文 我就不信了 不管是谁交代的 事成之后 都要给萧月留一份 杀了他吧 萧月和李从文都得杀掉 否则后患无穷 远慌啊 谁让萧月不跟我们站在一头 这样都得太狠了吧 少来这一套了 你那才叫狠的 萧月招或不招都会求死 要么一死效忠 要么一死谢罪 杀了他还能给他留个清明 你却让他死得不干不惊 合着我在你心里就这形象 无所谓 反正我们都不是那么好东西 你们干吗呢 怎么闲着呢 趁热打铁赶紧审哪 可王八蛋 庄孙子的是你 最着急的也是你啊 进了这个门就别想退 这当初他们是谁说的话 不好了 不好了不好了 不好了不好了 王总和萧月他们出事了 牛中鸟 龙自黑 龙中的鸟儿 想要飞 李明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远 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你损不损啊 没给你上刑是吧 我都快被整贪了 再逃个屁 我们得想办法 把这里的情况 跟商风汇报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扛到现在吗 他们先审我 审不出我 就得审你 越往后审 他们就越焦虑 一焦虑 失控就把你弄死了 到那个时候 我就一口咬定 知道藏宝的人 只有你 他们傻了 我也解脱了 你真是个爷们啊 真替人着想 借我的诗还你的魂 对吧 善报下阵 谁不比谁机灵 有队 你别猛撞 李从容跟萧月 都不是好对付的人 咱们要有耐心 耐心 耐心 你们有耐心 我已经没有了 我一分钟也不想 跟他们耗下去 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觉得下一轮 轮到的还是你 也是啊 他们责赃你是共产党 多少有点愧疚啊 听见没 来人了 祝你好运啊 你们共产党不是 口识声假良心吗 我先让你把藏宝的架路 说出来 说呀 我 我 否则 我就让你亲手摔掉 这个皮子都在维护你这蠢货 我 李从容 现在我的手指在你的手指上 而你的正切切实实扣着板机 只要我稍一用力 这蠢货 就会被你亲手打破 别别 就真 李从容你说不说 我我我我 何佑珍别乱来 万一知情者是萧月呢 你说不说 我我疼啊 疼啊 说不说 疼疼疼疼 疼啊 疼啊 长老 想让他死吗 想让他死你就是 我就读你有没有这么恨 何佑珍 你不演戏太可惜了你 没错 因为我能打碎自己 而你们不能 你 曹文 跟我走 走 干 你们都给我让开 让开 都给我站住 老板 把手段挪开 别动 你给我站住 我 没儿子 走 走 我 要 你 探 那 我 帅 我 温大夫水跟流手 其他的去找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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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好 都在 coin 他们要追上来了 快走 好 机关怎么打开 右箱二十五 纵上一百五 好 该死 机关从门外面被扣死了 哎呀 怎么样 有点疼 你走无所谓 把李从门留下 我死了无所谓 你死了 想过的生活可就过不了了 梅雨虾 咱俩的子弹 还不知道谁快的 何游针 你怎么说反水就反水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 藏宝对我一文不值 那孩子呢 小妞和李从门 你选谁 何大爷 你想干什么 我数三下 你要不是站过来 从此就别想见孩子 一 他一谋 二 三 快打烟 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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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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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后 把枪给我 退后 咱们走 施小姐 你的所有行动 由我全程配合 有几个原则 我想再给你签 施座吩咐过 不问 不看 不听 只做配合 那好 那我们现在先不回事 直接去夜宪 我早就觉得 何悠珍这个人 他有问题 我说孙大巴 你现在放那马后炮 有意义吗 咋没意义啊 你不带枪去 你不是成心要放走他吗 这孩子都把他拉得回来 那枪顶屁用啊 他这是关键事物掉链子 都给我闭嘴 事已至此 说什么都没用了 他俩这一炮 我们也没多少时间呢 大家兵分两路 这边 用尽一切手段 找出残宝所在 要找不出来 大家就只能了受散了 另一路由雨香负责 追杀你从文何悠珍 为什么是我呀 这个时候大家都比较焦躁 我只能选择心理素质最好的人 就因为我死了男人 一滴眼泪都没掉对吗 好 雨香 雨香 心理素质最好的人应该是你 我得留下来对付肖悦 龙九是你杀的 你相信你从文的话 龙九是你杀的对吧 雨香你听我说 你敢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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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不一样 你和肖悦 是上风指派的夫妻 而我和龙九是相爱 大夏镇这种死狼 想要离开不可能不负出代价 就像我们的男子啊 我们还有自个做女人吗 不知道 试试看吧 我想我会杀了她 何尤真过不去的看 我过得去 你告诉我 宝藏 在哪儿 你说呀 在哪儿 还不是 雷春 住手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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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没有感情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怎么会没有感情呢 没有感情我何必给你离婚呢 何必呀 我绝望 所以才跟你划分界限 你是你我是我 咱俩谁也别负担谁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真的想画个活发实实 小月 求你了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看在小北的份上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都要紩试骗如果 以后 你可真是杀费苦心啊 硬得不行 来软的 没有 真的没有 我跟佑真一一样 心里也有过不去的甘 真情还是假意都不重要了 丛雯跑了 他一定会设法跟组织汇报 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 到了这个地步 我要是知道藏宝所在 又何必不成全你 你说你 想换种活法 千古骂鸣我可以背 可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发誓我不知道 丛雯也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不应该把孩子留在那儿 我爹比我还疼小妞 她不会伤害她的 我爹比我还疼小妞 我都不想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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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心里很清楚 我根本就没有陷害你 你跟江洪英他们的整个过程 我都是如实叙述的 没有半点虚拟 你就是共产党 你 你 早就怀疑我了是吗 你一直都在欺骗着我 你告诉我 那个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说我是共产党 让他们已经晦涩的心情 更加绝望 然后再反叛的道路上 对 是我出的主意 是我给反叛铺的路 可是这样你想过后果没有 这样的话 就等于把他们送进了地狱 我不管 反不反叛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是要弄清楚你的身份 我要给我自己一个答案 我是不是爱错了人 何又真 你就是一个天大的混蛋 你知道我那回庶职的经历吗 高处长要用裴元床来换掉我 他们想用那个老魔头 分花瓦解我们大家 让我自相残杀 自己斗自己 最后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 把我们全都干掉 你真够帮我的 我被他们打得骨头都快断了 最后像狗一样咬断了他的喉咙 这样才震住了高处长 好不容易换来的安宁啊 你在背后捅刀子 你对得起霸下阵的人吗 李总文 如果这番话是别人跟我说的 我或许会有些迁就 但从一个共产党嘴里说出这番话来 我真的觉得虚假透顶 你杀了他 你只是不希望自己被换掉 你是希望你自己能更好地潜伏下去 你真的那么恨共产党吗 对 那段往事我一直都不想提 不过现在 我可以告诉你 打土豪分田地 共产党杀了我爹妈 让我成了孤儿 我爹妈都是本分的人 只不过是继承了祖上的田产而已 共产党凭什么这样做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太不了解共产党了 你少过来这套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打开你的信件 没机会了 那我问你何友真 像我这样的共产党 有做过对不起大家的事情吗 有 伪造秘店逃避结婚 是不爱 还是因为不能 李从文 只要你告诉我 你还有机会 你觉得在这种形式下 就算我说了实话 你能相信吗 我要你回答我 是不爱还是不能 我生平 最恨的就是被别人欺骗 你别拿枪指着我好吗 这是你应得的下手 别拿枪指着我 把枪拿开 去死吧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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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下阵 如今的局面 预示着灾难必将如影随形 此刻 李聪文心中策划着各种应对预案 甚至包括我党组织更深地介入 但他甚至 此刻最需要应付的 是面前这个满怀怨力的何佑珍 疼吗 流了那么多血 能不疼吗 可我心还疼呢 一直被你欺骗着 谢谢你啊 能给我打开你心结的机会 跟又共产党在一起 我该怎么办呢 做你心里边想做的事情 从头开始 你什么意思啊 既然我们逃出来了 就得抓紧时间向组织汇报情况 你指的是谁的组织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抽到这个任务里来 所以第一时间我就向组织汇报了这个事情 组织的指示很明确 竭尽一切权利保护国宝 可你现在的伤 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恢复不了 就你这样怎么保护国宝 不还有你了吗 你确定他们会走水路啊 江面开阔难以追寻 码头人多又不好下手 不然他们还能选哪儿 你跟月红的仇就算解了 我跟谁都有仇 但是我抵御不了新生活对于我的诱惑 之前我和月红谈过 我说我们还能不能重新做女人了 她说应该试一试 我想也对 不管以前怎么样 总应该试一试 我刚刚才没有什么 能不能重新做得好 我真不是故意了 我真不是故意了 我真是故意了 我真是故意了 我还故意了 我还故意了 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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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就在这儿落脚了 等他们开了房间找个司机摸进去 部队 什么 管理两条街这是联络处 他们不会把密信件传出去了 走 走 要不要接他 要不要接他 认会去吧 这要是起了冲锁 那可热闹了 是 诗兰 他来干什么 二位请 请请请 这地方上的工作 还得交由地方人来办 那得心应手啊 诗兰小姐 有什么需求 尽管吩咐 马团长也是 都是自家兄弟啊 那我就不跟你说客套话了 最近有一批尖端的军用化工仪器 将要经过夜线及周边水域 由于保密考虑 我们需要零用船只进行运送 需要几艘啊 多大吨位的 六艘 六艘 满载尾四吨的小型货船 机械动力 好 本县马上加大 对水路走私的打击力度 尽快地搜缴一些走私的分船 王阶长真是雷厉风行 真可谓是警戒凯末啊 设计党国的军工事业发展 王某理应尽心尽责 这一大片啊肯定没问题 关键是 怎么顺利通过敌战区水域 王局长想得用走私船只 正式为我们提供了方便 这些船只通常经过改装 夹层底下是走私物品 而上面是伪装户 看来是个聪明人 不动声色就卖了大好 看来我以前是小看他了 进入敌战区水域之后 船队两辆一组化整为零 即便有人暗住未遂 便难以确定目标 买花嘞 买花 你先上车 我去买朵花 连络点接到密讯 传讯要求地区站站长 新来会面 但之前地区站通知我们 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无论大小 先通正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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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样一来 他的注意力就会迅速地 转移到罢夏阵 你想放弃追杀 不 我的意思是 李从文何游真要杀 施兰也要杀 连路人多久到月线 我要求他们是 四十八小时之内 对了 一会儿伙计来了 把热水拿来 你好好烫个澡 休息休息 想一起吗 什么 我是说 要跟我一起洗澡吗 那你处这儿干什么 谈完了正事 就赶紧给我出去 何游真 我紧 别指我 我也警告你 别当我给你脸了 来 张先生 哎呀 张先生 那个 您就是张先生吧 他们都跟我说您是买卖文物的 文物能买卖吗 莫名其妙 我是搞古董研究的 不是搞走私的 那算了吧 那算了吧 那我找别人吧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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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意思 你手里有话 前几天啊 我在我们家后面刨坟坑的时候 挖出来一堆玉器 我们家就找了个卖古董的 来看看 他说他要三百块大洋给我买下来 我没卖给他 三百大洋都不卖 为什么 他真是当我没文化呀 我们家那老人都说了 霸下那个坎啊 以前是出过皇宫里的人 那么是那地方我挖出来的东西 还带大箱子 他三百块大洋就要给我买下来 他这么坑人了吗他 那东西你带来了吗 我傻呀 那宝贝我能带身上吗 不是 你到底想不想卖 想啊 那你总得 让我先看看货了 那你这样吧 我回去让我大弟和我弟妹给你带过来 你们几个谈了 好 好 有 坐床吧您 好 黄机长 您这日在等我吗 哎呀 没等多久啊 石小姐 坝下有几个人正在走私文物 价格可不菲啊 您是不是过我一下 霸下镇的人 越乡图的地方 越能跑出好玩儿来啊 那 这件事情我要亲自去办 夜县警察分局 从来没有接到什么报案 王警长的这份轻衣 我会记得的 惭愧惭愧啊 正愁着拿不住什么东西来 向你表示敬意呢 这是用B02套密码翻译的 明天凌晨三点 长途汽车站进来 长途汽车站 哪有咱那废仓库来的一点呢 快点 快点